幾位新冠肺炎疫情下 我將健康放在第一位 不知道你有沒有更加注意個人衛生 避免感染呢? 當然有 當然有 但是我有朋友甚至去買快速測試劑 不過也引起不少爭議 因為很多人對快速測試劑 都不太了解 因為不知道他能否準確地驗到結果 所以我們請來這方面的專家 Phoebe來跟我們聊聊天 你好, Phoebe 你好 Phoebe, 你真的要指教一下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快速測試 是用什麼來的呢? 其實新型冠狀病毒COVID-19抗體測試 是檢測血液裡面 有沒有新冠病毒的免疫球蛋白G和M的抗體 一般的情況之後 檢驗一下檢驗者 有沒有正在或曾經受冠狀病毒的感染 在某些輕微感染的冠狀病毒之下 其實就可以用快速測試 很輕微地可以觸摸到這個病毒 當然要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之下 其實在家裡有一滴血就可以驗到 十分鐘就看到結果 十分鐘嗎? 對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受到感染? 其實好像驗刃棒的道理一樣 其實一般的試紙 有兩至三條橫隔 如果單獨出一條橫隔 在C代表沒有抗體呈現陰性 如果同時出現G和M的線 就代表有抗體呈現陽性的表現 這樣令我很想試試自己 可以嗎?我可以試試抽嗎? 照仔… 照仔試試看 我們去做這個快速測試 這個測試, 對 好, 好 怎樣做 好, 首先我們要按摩指尖 然後消毒 然後用安全的刺血針 是 順時針, 拿開 在手指裡啪一聲 要多少血呢? 很少就行了, 一滴就可以了 放在手指裡啪一聲 好, 先測試一下 這個測試條是一個毛菌包裝 然後滴在圓孔裡面 然後用稀色液滴兩滴進去 我還要加稀色液進去嗎? 對 兩滴就夠了嗎? 對, 兩滴就可以了 不夠了, 反而未必有一個標準 對, 不可以太多 因為它吸上去 我看到了 當血液滲透時, 血液滲透到絲線 如果絲線著色, 只有一條 就代表陰性結果了 我們用眼睛等10分鐘就可以看到結果 好 好, 等10分鐘 好 很緊張, 不知道我的快速測試結果 可以怎樣 我們就很緊張了 放心, 你只有絲線著色 代表這一刻你沒有IgG或IgM抗體 即是你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但我也要提醒各位觀眾 其實抗體產生也有時序 在7至14天的潛伏期 是不能檢驗抗體 任何一個抗體測試都不可以 所以連同PCR檢測一樣 必須要連續檢測幾次 例如每隔7天都要檢測一次 總共檢測三次 配合醫生的診症之下 其實抗體快速測試 是具有非常有用的參考價值 不過再提醒各位觀眾 就是這一類的快速檢測 純粹是初步的檢測西茶 不過如果大家有任何感染症狀 就快點去看醫生 還要請說明兒 一陣子 明兒 寶殖 明兒 感谢观看